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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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这个产品的几乎全部的设计管理 都由他来承担 他到底怎么去调动大家的镜头呢 道胜陷入了沉思 西芝一江先生也陷入了沉思 西芝本来他没有期待 说这个当年就不亏 但是看来道胜他们还真是有独到的能力 可是道胜还不懂 要先贷款进行设备投资扩大规模 获得更多利润这个简单的经营之道 西芝无奈地想 或许他只是个优秀的技术人才 终究不是个搞经营的材料 但是不行 西芝还是要帮他 创业之初呢 道胜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经营者来看待 而是一个身先四足的大头兵 看他每天工作到深夜 怕累坏他 董事西芝啊 常常晚上请他出去喝酒 差不多两周一次 这实际上是一次 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商业智慧的辅导课 到了酒队 老板年龙带着温柔的神情迎出来 哇来喝酒啊 在这个喝酒这个交错之中呢 有些微醺了 西芝呢就会像正在给他加酒的这个道胜抱怨说 怎么这么快 别这么快就给我加满 我刚喝了你又加 你就像你要压住我脖子往里灌酒似的 你就知道灌人 这酒喝得太闷气 是吗 那我失礼了 这么一说呢 道胜就开始滋顾滋的喝酒 过了一会儿 西芝又来了一句 你呀 你给我真杯酒好吗 哦好的 道胜加上酒 而一旦加上 西芝又喊 哎没意思 真也是 不真 真也不是 不真也不是 这就是加酒的哲学 对方把酒喝掉了 你还要察言观色 主动的问 再加点可以吗 这中间有个间隙 这不能过长 也不能过短 就是那个寸劲 适度 要把 要适度把握这个间隙的方法 这种适度 适用于一切的商业食物 那么道胜在师长面前 总是放不开 西芝就劝他醉一回酒 可是一旦醉了 西芝又会说 人不可以让酒吞下去吗 西芝想告诉道胜的事 做任何事情 都既不能不深入 也不能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在过于不过之间 熟练地拿捏这个尺度 找出最佳的平衡点 是最大的学问 这是为什么 道胜现在也是 常常是一方面 严厉地训斥不下 而另一方面 又能设身处地地 考虑不下的情况 拿出关爱的具体措施 在日后的经营中 实际上道胜发现了 就是说一个人 需要掌握 完全对立面的两种思维 而每一种思维 常常是 你都要走到那个极致 不是说我始终要保持 这两种思维之间的平衡 那不行 不走到那个极致 你对这个事情 就得不出一个清醒的认识 你走到那个极致 还要再走到那边 那个极致 这样两点都要去 这是道胜 从西枝先生学来的 还有一次 喝酒的酒馆 也是很讲究的 西枝总是请客 道胜过意不去 道胜就拉着西枝 去火车站旁边的小酒馆 酒便宜 老板热情 可是一进去 西枝 西枝却滴酒不沾 过了一会儿 西枝起身说 我们走吧 道胜被西枝出人意料的反应 搞糊涂了 迷惑不解地跟着出来了 这怎么回事 出来以后 西枝给他讲 道胜君 那些喝酒的客人的品味 跟我们不一样 俗话说 人亦类聚物亦全分 就是因为 一起喝酒的人不同 酒才会使人堕落 或者催人向上 喝酒只能喝贵酒 贵酒你不能多喝 便宜的酒你会开怀 口袋里有多少钱你都能喝 而贵酒却不行 你要积攒 积攒 积攒到一定的钱 有一定的难度 喝一口下去 喝一杯下去 都要值很多钱 这个时候 你就非常珍惜这一口酒 慢慢地 然后这个本身就有了一种氛围 西枝明明白白地给他解释 所以这个西枝第熏西 使得道胜对思维的任何一件事的两个极端 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喜爱 这种对立的思维 直接反映在他精英企业的理念 及治理企业的方式上 道胜一方面是强调慈爱 这是道胜最基本的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又大道阔福 有所作为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处事风格 而把这两种极端的精英思想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不只是西枝一将对他的启示 其实从鹿尔岛明治威心的两个圣贤 两个贤者 就一个是西乡龙圣 说的敬天爱人的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大九宝利通 西乡龙圣敬天爱人 是说人生啊 事业中要有天道 要有神礼 要心存敬意 还要有爱心 要为提升人类的福祉尽心竭力 而大宝九利通 那可是一个武士 它就是大刀阔福 有所作为 这是试着生存的竞技场 得以生存下去的不二路径 道胜和夫讲究人爱 但同时他也知道 金融中需要一种不顺于任何格斗场上的 那种坚强的斗志 所谓斗志 是母亲为保卫自己孩子 而不顾一切冲上去的那些勇气 这种英雄气概 来自强烈的责任感 无论如何 也要保护公司 保护员工 这种责任心 使得均用者勇敢而坚定 举范敬天爱人的人 对事对人都有一种无畏的激情 他们有着宽厚的爱人的一面 也有饥饿如丑的一面 当然那种深深的记恨 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 存活在这个恨铁不称钢的语境里 时常那些雷霆万钧之事 胆怯的人会被他吓倒 认歪力的人会被他轰倒 自私自利的人会被他抛弃 那么应付潦草的人会被他逼得无敌自容 这就是道胜和夫 明显的两面性 道胜和夫对这样的两面性 有着深深的热爱 如果大家都是敬天爱人思想的实践者的话 那么无论相着的意见如何相悖 以如何严厉的方式来斥责另一方 那么最后总能相互谅解 这种对人宽容大度的看法 实际上是根治在道胜的心里边 道胜的严厉斥责和严格的训练 大概正是因为背后有着与人的性本善 有那么一种所散发出来的温情 这个时候才让人呢 让员工对他说的呢 才心服口服 当然了 其实可以这么说 一个人有多慈爱 他就能越多暴虐 一个人有多有情 他就能有多无情 一个人呢 有多柔弱 他就可能有多刚强 这些对立的情绪 通常都潜伏于人的内心里 关键是如何平衡 在道胜看来 这个平衡 唯一的路径 就是要有一颗洁净的心灵 洁净的心灵 是平衡最重要最重要的资质 也是你取得成功 所必备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谓的洁净的心灵 是指毫不扭曲的 一种真实的心灵 一种回归到原点 如其所适的来看人 看事 看物的那么一份静气 或者纯粹 平衡的资质 说平衡好 但是如果你不同时具备 两个居端的思维 你那不叫平衡 你那叫归缩 我老是这也不做 我这不犯错就行了 那不成 那不叫平衡 那叫寻规导句 所以美国作家 菲茨基拉尔德 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 所谓一流的智慧 是同时具备 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 并使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力 菲茨基拉尔德在这说的不正是道圣吗 这也就是说 同时让两种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合而为一 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灵活的运用的智慧 才称得上超人的智慧 谁如果只知道有一种宗教 他就对宗教一无所知 这是哲学家马克思Mueller说的 他的著名论断 这是对道圣和夫所最新的哲学之更准确的一个概括 这句话的含义呢 是既丰富又深刻 后来被这个西枝一江 奴缩为 只知其一 一无所知 其哲学上的内涵就更加精辟和更具理性了 那些看上去对立的两极 矛盾的思维 正是一个事物相互依存的两面 在人们内心的一种不同的折舌 所以一个人呢 可能两次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客观事物瞬息万变 那么换了场合就不合用 只知道一种思维的人就是不会思维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没法对事物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 也不可能在卡当的时候 调整不同的选择 真可谓一阴一阳未知道 此乃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原本 一个好的精英者呢 就应该善于使用两个极端不停的相互转化 比如呢 胆大好胜与金小身微 反映了人的不同的信心 通常呢 胆大好胜的人都能做出一些大事情 因为呢 他积极主动 敢想 敢做 敢坚持 他一开始呢 往往很顺利 但是最后呢 也可能遭到缠重的失败 相反呢 你只是一味的谦虚 胆小怕事 可是你永远也不能得到什么成果 而这两种心性的人 如果有某种搭配 或者说一个人 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平衡了 那这就是说 一个是一个霸道 一个是一个王道 这两个是要有一种相通的一种连接的 道圣和夫在他的演讲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里边 特别讲述了这个霸道和这种王道之间的区别 他是用中国朝代的故事 你看有一些朝代非常的霸道 侵略 法律这个特别严明 结果呢 他很强大 但是过了一阵呢 这个因为他这个对立面太多了 结果呢 他被人推翻了 但是有些事情王道的 王朝 也是开始也是很好 但是久而久之呢 就下边感觉都可以无所约束了 搞来搞去 又乱了 也被推翻了 这种两种情况是不停地在交割 那么道圣和夫就在想 要在其中找一种平衡 刚才王宇坤老师为我们讲解了 王道和霸道之间的辩证哲学 而道圣和夫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那么这种平衡又在哪里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 这种平衡在哪呢 道圣和夫实际上是给出来了 它其实是在一个方面呢 是在乎于你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平衡 同时他是说这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这个体系 这是一个场域 不同的思维都绝对的需要 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 相互推动向上的这么一个事 所以道圣和夫 我们后边会看到 他特别看重一个集体力量的一个打造 好了 道圣和夫 依据做技术研究的特点 他是呢 比较看好今小神威的人 但是大胆好胜的人呢 他也需要 这种人虽然研制出的产品疗糙 但是今小神威的人呢 研究产品呢 往往呢又缺乏自信 所以从经验上看 就是要锻炼今小神威的人 让他们胆子要慢慢大起来 大起来干什么呢 就在他的氛围上 他要建立那种自信 要让他有自信 要让他背信 还要相互的之间有一种信任 他还要去信别人 这么自信 构造出这么一个场域来 会让每一个处在极端思维的人 都会尽量地释放自己 这是道圣和夫 从他做这个技术层面研究 他感到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 所以他就说 只要把那个氛围 场域 体制 文化 那个建豪 那么各种人发挥所长 那么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 都具备两个极端的 两个极端的资质 都有人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合理 就会最大 那么一个人 当一个人 同时具备这两种极端的 啪 这样想 啪 那样想 啪 一平衡 他们自己这么一衔接 一连接 两个方面可能都做得很好 这个是需要你在 在你的生活体验中 你去慢慢的体验这些东西 两个极端的妙处 其实啊 对于道胜和夫 从一个技术源 转变成真正的经营者 还不是这些树什么们的 做法 而真定的是一个事件 就是十名高中生的反叛 刚才开始我们说了 道胜和夫与创业团队呢 有一份莫尼欲心 正是因为有这份莫尼欲心 他们都一起按了血印 然后就让道胜和夫 可以集中精力 一心一意的搞研发 他跑出去拉单 精心制造 晚上每天都干到十二点 以后常常是 十二点以前 他从来不休息 无论是多么晚睡 早起又必须 跟大家一起做早课 八点钟做早课 由此得到一个假号 叫早晨先生 他是早晨睡觉 早晨起床 早晨先生 创业人员的这份心心相应 那是没得说 可是新员工 创世人 那么没白没黑的工作 新员工也要跟着 可是呢 他们更为关心的是 现在的收入 未来的保障 累紧裤腰带 还要饿肚皮 他们干不了 他们没有这份觉悟 你老板 你有这个公司 你是为你的公司发展 那我们有什么 我们得管我们现在的 这个困难和问题 常常会出现在 中国的中小企业界里边 道胜和夫 在他创立公司的 第三年就碰到了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展呢 工作不足一年的高中生 这个时候也可能当班长了 助理等职 管理着几名属下 他们一旦有了自信 他们又能看到整个公司 整个情况 但是他们又不是创业者 这个时候呢 日久累积 就会有一种不满情绪出来了 就是1960年 道胜和夫 他们请进的 那么十个高中生 这个时候 开始当了一个小小的助理 小小的班长 就开始有不满情绪了 他们进公司之前 本来以为呢 你扶的是月行 但进到公司以后才知道 哦 是扶的日行 因为他的零配件 加工都是一件一件的 扶的是日行 那么为了赶进度 常常是彻夜加班 就算不敢进度 也没有准时回国家 总是被迫工作到很晚 常常就说 晚上90点钟 这是正常的 结束了 那有好多呢 晚上90点钟结束 他要坐车回家 要走到12点 11点 12点 那么第二天 为了赶8点之前进工厂 他6点钟 又必须走出家门 工作呢 是一个接着一个 骚骚吃一会儿 就会被训斥 这些这玩心众怒的年轻人 渐渐的不满了 在工厂里 你这个干部管理者 带头拼命的工作 一进到那个环境中 就只能 我全部心力 投入到工作中 而这些时候呢 在这失明的高中生里边 不满情绪在滋长 有一个呢 在工业高校毕业的 叫波护员醒三 波护员醒三呢 数不清多少 他数不清 有多少次呢 他要辞职 他就不舒服 你说干嘛 到这个公司 整天没白没黑的 这么干 12点多才回家 然后6点钟又得出门 他要辞职 他哥哥劝他了 说忍他三年看看 这样的公司 我得劲干 一定能有所出息 他才压住了 这个辞职的念头 但是有一天 公司的一群高中生 聚集在小酒馆里 借酒交仇 这个波护员醒三呢 突然蹦出一句 嘿他妈的 我干嘛 这个咱们不用强硬的手段 给公司提出要求呢 我们受着这些非人的待遇 大家都为之一惊 是啊 为什么不呢 朋友之间的这种随意不拘 当时呢 就取得了共识 大家都说 说得对 只要我们提出要求 就不怕公司不答应 我们的抗争 一定要坚持到底 如果公司不答应的话 我们就集体辞职 大家商量着 你一言我欲语 而一会儿就起草了一个抗议书 大家甚至还在上面呢 也都按照这个道胜他们 就是那个血书按血印 抗议书上针对平日的种种不满 一一列举了 什么诸如加薪 保障定期加薪 增加奖金等等要求 人人都颇有信心的认为 因为公司现在已经离不开他们了 公司人少离不开他们 他们一定会胜利 正为精词 欧心力穴的道胜和夫 却迎来一场辞职风波 那么面对这场辞职风波 道胜和夫又将如何解决呢 我们继续来听王玉坤老师的精彩讲解 第二天他们制造了一个可以与道胜和夫当面交涉的这么一个场面 把这位抗议书递上去了 道胜和夫万万没有想到 他整天没白没黑的 埋头 拱着头拱地 在干活 高了半天 换来这么一份抗议书 他沉稳的看着每一个人的脸 好啊 要公司保证你们将来的薪水 我打不了保票 我从来不说谎话 在录用你们的时候 我就曾经说过 公司才刚刚成立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今后公司的前景如何 我到现在我没有把握 拿不出清楚的东西来给你们看 我现在要给你们保证 那就是骗你们 我们不正是为了要公司有个好的将来 我们现在不是在努力的开展工作吗 大家都在拼命干活 但是你们这几个人 只想到你们个人的待遇 不想到为公司做事 我感觉到公司也不需要你们这种 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道胜断然干脆的回答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愣住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答复是这样的 大家都按过血液的 按过血液在日本人那里边 那是很强调的 这是你的血试啊 你要遵守啊 所以公司不答应 就辞职 于是宣布 那么好 我们辞职 道证说 也好 我不过就是退回到一年前 你们还没有来公司的时候样子 我在重新起步罢了 只是你们不理解我的想法 我感到很遗憾 我做事就是为了员工 就是为了你们 道胜站起来 就这样接受大家的辞职 其实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他心里是焦急万分 他是想 我必须先 旗帜鲜明的表明态度 然后我再去试着说服众人 他知道你想说服众人 你开始要是唯唯诺诺 不表明态度 慢慢的 你的态度就被人淹了 你的不直接表明态度 就当成了默认 默许 这样谈来谈去 不会有结果 所以双方就开始了谈判 先表明态度 你的态度表明了 我不接受 你们就辞职 我的态度要表明了 你们可以走 我接受 咱们接下来再接着谈 这个道胜的两个极端的智慧 也都开始用 双方谈判 在公司里面没有结果 这个谈不下去 结果又转到 道胜和福家里边去 家里去 又接着谈 两天两夜 还没有结果 道胜一直是在 耐心的做着说服工作 最后又持续到第三天 整个三天三夜 道胜推心致富的劝说 我这个人做企业 你们看看 我道胜 我一点私心都没有 我为了员工 我作为精英者正在拼命 我希望员工也跟我一样 一起努力 这是我作为精英者 最基本最基本的想法 你们有立即辞职的勇气 那么 你们有没有信任我的勇气 就算我这个人不可信 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来信任一下我 来给我一个两年三年 再看看我到底行不行 你们先相信我 如果你们最后觉得上当 你们就把我杀了也行 话说到这份上 你帮我听到我 那些无论 那些无论 什么 非常非常非常 我说过辞职 我就不能